熊997昂昂的国军训练 不只有官校陆砖 现在难道还要下探到幼幼班 开设幼稚园吗 国防部宣布推出非盈利幼儿园 这些军事教育场景纷纷浮现 到底国防部办的幼稚园是怎样 网友纷纷脑洞大开留言 喝奶要喊取奶瓶喝奶500cc 喝奶小卡记得填写 进餐厅要喊亲爱金城 甚至唱儿歌还要1 2 1 2 两只老虎预备唱 还有人认真想问 难道真的主打军事化训练 这个秘密我们全部都以台湾的 特有的动物来秘密 实际来到这间幼儿园 温暖配色各式邮据一样不少 跟一般幼儿园没有两样 其实招收条件除了针对弱势家庭外 军警 海巡子女也都是招收对象 园区也能感受到军人气息 墙上有Q版国军插画 攀爬邮具还有类似500障碍的设计 果然不脱军人本色 后续本部的推广 将朝向自办委托公益法人经营的方式 来做处理 这次计划由国防部和北市府合办 经营委托实践大学招募师资 每个月收费3500元 八班每班两名老师 由于价格便宜 招生212人马上抢爆 中签率只有两成 首次开办让军人托役能安心 也让附近里民多了托役选择 记者卢一红 陈志根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